10月26日一大早 韩国媒体滴社 报导了一则以金轩虎被扭曲的12件真相 为标题的新闻 该报导主要是用来反驳 金轩虎前女友上传的爆料内容 根据该报导所详述的整体资料 预计金轩虎事件将会有新的局面 以下赶快来看看详细内容 首先金轩虎前女友爆料文的重点内容在于 金轩虎与他热恋时发现自己怀有身孕 把怀孕的实情告诉了金轩虎 却得到一句垃圾回复 而且在怀孕期间 金轩虎仍要求与他进行性关系 并假借结婚 介绍自己父母的名义 诱骗他拿掉小孩 才迫使前女友走上堕胎之路 还控诉金轩虎小气 给金轩虎看了堕胎费用的收据 就只帮他支付了手术住院费 还透露拿掉孩子后 金轩虎对他的态度大转变 最后提出分手 前女友甚至爆料金轩虎 私下骂剧组的导演 演员还会嫌弃作品 等让金轩虎形象大受打击 直到今日低色挖出惊人爆料 风波出现逆转 2019年年末 金轩虎和前女友在朋友的聚会上相遇 两人于2020年3月初开始正式交往 没想到前女友竟然结过婚 还隐瞒离婚的实情 直到交往快一个月 才告诉金轩虎 金轩虎得知实情后 还一度非常惊讶 周围人都劝阻他 但是金轩虎表明自己是因为喜欢他才在一起 虽然父母会担心 就算他离过婚 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还是会继续和他交往 之后两人时常一起旅行和约会 就在2020年7月7日 迎来两人的第一次分手 分手的理由是前女友一直在说谎 经常和其他男人见面 有次金轩虎拍摄提早收工 问女友在干嘛 女友说准备要睡了 金轩虎带着礼物回家 结果回到家发现家里没人 车也不在了 抓到女友说谎 金轩虎当下很生气 就在说分手的隔天 女方发了长篇道歉文给金轩虎 金轩虎才心软 选择原谅 两人便重新交往 和好两个礼拜后 女方就怀孕了 前女友留着泪告诉金轩虎自己怀孕 金轩虎还安慰他 这是值得祝福的事别哭 金轩虎虎虽然说这是件好事 但内心也感到很害怕 也曾苦恼很久 虽然彼此都觉得很可惜 但是经过双方同意下 决定把小孩拿掉 金轩虎就拜托朋友 陪同女方前往医院 手术当天 前女友突然后悔改口 两人再次陷入长时间的沟通 一起哭肿双眼 前女友住院期间 不擅长料理的金轩虎 还为女方煮了两个礼拜的海带汤 因为在韩国生育及流产 都会喝海带汤补身体 金轩虎先前上综艺两天一夜时 确实曾说过自己会煮海带汤 这段期间 金轩虎就把前女友 正式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还在父母家一起吃饭过夜 金轩虎为了努力让女友相信自己 希望她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单 还领养了柴犬胡雅陪伴她 在前女友的爆料文中 提到金轩虎从小家境贫穷 所以对金钱非常执着 对于只给200万韩元 约台币5万的手术费和医疗费这件事 在朋友眼中却有不同的看法 她先买了一个超过20万台币的名牌包后 再去跟金轩虎结账 要金轩虎转账给她 从未见过女方自己付钱 几乎都是金轩虎在结账 近日金轩虎向前女友道歉 表示自己犯下很大的错误 退出节目自我反省 对此金轩虎的后背透露 轩虎哥是这样的人 拿掉孩子是事实 但因为是曾经爱过的人 为了理解她而费劲努力 不想在大众面前为了私生活争吵 所以比起回应 她选择了道歉 轩虎哥就是这样的人 和大家一样 谈了一场普通的恋爱 也没有想要隐藏对方 对于该新闻网友也留下了 这都是媒体炒作 泥潭之战要开始了等反应 大家对这样的报道又有什么看法呢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